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嘩,這麼好的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晚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近來發生的事件 或者正在困擾香港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節目呢 那個目的呢,是希望呢 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能夠真真正正解決香港面對的問題 不是只是和大家一起呢 就大肆批評一下政府啊 某些機構啊 或者某人某事的處理的問題 大家發釋一番就算的了 我們希望呢,是能夠想到問題的根源啦 和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 提出一些具體性的解決方案 和最後呢,建議我們每個人其實可以做些什麼呢 就是換言之的話呢 如果你是當事人 你需要處理那個問題呢 你自己會怎樣做 那我們一向呢,都有認為呢 要解決問題呢 真正有效的方法呢 都是應該具備以下的四個條件的 第一,我們要認識問題的合心在哪裏呢 第二呢,如果我們知道問題的真正原因 於是呢,我們就容易想到那個解決方法 那最後呢,都是說呢 我們自己可以做些什麼 推動一些具影響性的建設性的行動 那樣,我們歡迎大家呢 就可以打電話來啦 那我們的電話號碼呢 是23854492 23854492 還有我們ICQ的號碼呢 是308084705 308084705 好了 那今晚跟我一起討論這個題目呢 有金榮賢先生和馬國輝 那我也是請回我們上一次的嘉賓 何佐治 那何佐治呢,我上次也介紹了 其實呢,他本身呢 在中文大學呢 是讀那個社會科學 那曾經也都去日本留學 那在那邊拿到一個社會學的碩士學位的 那會值得也是一位註冊的 赤國神經科醫生 在香港和加拿大都有註冊的 那我們今天講的題目呢 就是最近都 傳媒的報紙也有些討論過 就是關於那個隱蔽青年 那因為前幾天呢 今天看到的報紙就跟我說一下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都幾值得 我們大家商討想一下 那個問題是怎樣可以了解 和怎樣去處理 那或者阿金先講一下 到底我們隱蔽青年 到底一回什麼的現象 什麼的事情呢 在星期日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他們是一個社會服務機構來的 他們有一個部門在處理這些個案 即是說不出街 又沒有工作 又沒有讀書 躲在家裡無所事事 吃完就睡 睡完就吃 他們做了很多這些個案 開了一個記者會 他們估計 他們估計香港有成 一萬八千五百個 青少年和成年人 是隱蔽青年來的 即是 捉不出戶 又沒有工作 又沒有讀書 他有九成 向他這個機構求助的個案 的成年人 是專上學歷的 即是大學 或者有些博士學位 他也有說這些家庭都是比較富裕 當然是有些貧窮的 但大多數都比較富裕 馬興 你 在另外一份報紙都有些資料 網上都有些資料 他就說這些隱蔽青年 都有些特徵 那他多數都是一些先進國家出現 還有那些國家的競爭環境 是比較激烈的 那他其實就說 隱蔽青年這個詞彙 其實都是源自日本的 因為日本來說 就很 有過百萬的隱蔽青年 又在家裡 只是上網啊 砌模型啊 打遊戲啊 有他們自己的興趣 就很少跟人接觸的 香港來講 他那萬百人 就是今年推算出來的數字 但比上年他們推算出來的只有六千人 其實短短一年就多了很多 多了兩倍啊 還有他們 基本上他們說 都有些特徵就是他們很少 承認自己的問題 是比較固執 也都不是很願意的求助 還有他們這些隱蔽青年 小時候多數都是受保護的一群 很少遇到挫折 到他們慢慢長大的時候 就面對了很多社會的壓力 可能就承受不了 變成就收起來了自己 其實這方面 我想背後都有一些社會學的問題 George是嗎 是 對 我呢 就 覺得 當一個社會 富裕的時候 當一個社會 越長久富裕的時候 它的變化 就是 越 偏 偏 於一方面 像 剛才 我們說過 隱蔽青年 在日本已经有很久的历史 所以他们的变化和如何处理的方法 是很值得我们借镜的 我们叫隐蔽青年是一种 但是在日本他们分为两类 一类就是Hikaku Mori 就是把自己抽离了 就像跟隐蔽青年一样 因为家里富裕可以养得他起 他就试过做事就不行 就不能处理 就觉得有被人欺负 又觉得自己的样子都不行 不如什么都别做了 躲起来 最初那些妈妈就由得她 希望她自己会改 因为这个现象也是很普通的 就是日本叫Amai no Koso Amai就是甜 Koso就是结构 就是说日本家庭 当那些小孩小的时候 就种得很厉害的 但是到了他大 他自己去到社会做事的时候 就被人欺负了 就是你是后辈的时候 就一定要听善辈说 叫你扫地刀刑官 叫你扫地刀刑官 叫你去帮人买包烟 他又买包烟 就是欺负得很惨 如果有一部分是受过良好教育 但是他出到外面做事的时候 又忍受不到这些药代 欲体生命的精神药代 即是觉得自己 我受过这么高学历的教育 我听你怎样 而且有时有些东西 你真的要请教那个先輩 你要问人 他又要折磨你一回来 才说给你听 整整一下就觉得我很怕 不如这家不做做第家 又是这样 不如我不做了 不做你在家 你家没什么要做 以前是看电视 我七几年去日本的时候 都已经有这样的人 不过就是 那时候他们是看电视 有没有电脑 所以做的事不是很多 现在就不是了 有电脑 又可以做很多东西 听音乐 睡觉 他多数都是睡到很晚才起床 起床之后 上网打个游戏 到晚上 更生人静的时候 出来厨房炒点吃 多数都是晚上出界 像猫头鹰 晚上出街 他们有时出街 或者是买些书 买些游戏 买些游戏 那些 在日本有条街 是专命给一些女性 我们的 隐蔽青年人 他叫 Nicoco Mori 就是买些书 我还没去过 但我相信他们是夜晚才做生意 好的 好了 这班人 因为社会的压力越来越大 而且 日本的要求这么高 你读书要好 你影队也要好 例如日本的王妃 两代的王妃 平民出生的王妃 都逼得到 多疯了 所以 你可以想象的压力是 多大 这班就是第一班 第二班 这班人 就叫做 Otaku O 就是 瑜 Taku 就是 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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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人 他只是好一样东西 例如他只是好漫画 或者电脑机 他的钱就花了 他因为 人跟人交往 好像很困难 是一种 英文叫做 GEEK 是一种怪癖的人 这种人 亦有很多 George 好像电车蓝 电车蓝 就是这种 电车蓝 就是这种 就是这个人 就是 他追女生 他在网上很大胆 但是一出来 就闪闪缩缩缩缩缩 就是这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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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物 是 打驚 之类的 这类人 就是有个日本聚走老 入得来 就欺负那些女乘客 那刚刚他就 好打不平 就做五花恕者 那个女生 之后就很多谢他 第一次他覺得很有滿足感 說非其他人聽在電腦上 引起很大的迴響 身邊那個女生就送了一套很名貴的茶具給他 他收了之後他覺得太名貴了 就退回給他 之後就好像聯絡了 之後他又要請教這位女士 我穿什麼衣服好一點 我去哪間餐廳就好一點 整整一下就成為朋友 他就慢慢變成不是歐特庫 因為他已經開始有女朋友 我相信我帶出一點 其中一個治療的方法就是 這班所謂引發青年 只要我們不逼他們 有些東西引他出來 就逐步逐步 有些有愛心的人 喜歡他的人 他喜歡做和人一起做的事 這些人就是可以逐步逐步回社會的生活 我剛才引順基督教服務處的研究 他也有一個個案跟你說的很相似 都不約而同是這樣的 他有一個個案 有一個四十多歲 擁有PhD學位 他在八年前就完成了一個 在外國讀一個博士學位回來香港 找工作做 但又是這樣的 覺得自己是PhD 找些對的又不是很對 剪剪 反反覆覆 然後就潛了水 我自己有個人的看法 上個月 上個多月 去港大的畢業典禮做事 一開始 在紅暗體育館 一開始頒授學位 因為現在太多人不讀大學 過往是逐個逐個上去 頒授學位 現在不是的 只是拿一支燈照一下 成班就搞定了 如果這樣 你預訂三天 三天三天 紅暗體育館都搞不定 數滾 不是逐個肩膀 前幾年都還可以 碩士學位可以上台 打壓頭 現在不行了 只可以PhD 但是PhD 也很嚴重 港大也很嚴重 295個 那又怎樣呢 我發覺一個現象 因為我做事 發覺一個現象 全部很年輕 只有幾個 我記得 早十年八年前 我大佬畢業的時候 我發覺那些是很大年紀的 大多數 出來混亂世界 不要介意我這樣說 我們那些 出來打滾了很久 真是出來工作的人 這樣去讀 但現在的越來越年輕 真的跟這裏拿了 男多還是女多 我相信是女多 應該是 男 應該是差不多 但是 有一個共通點 真的很年輕 即是 現場的人都在嘩然 即是說 很年輕 為什麽這些 這麼年輕 不是二十歲 應該三十歲至三十二 跟這裏說是一樣的 你有數計 的 就是 我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 這一班 讀這麼多書的人 跟社會 熟一點說 是未出來混亂世界 所以 他們是面對一個問題 因為 他 家庭支持到他 即是等於 George 你說 第一代 日本 經濟好 就是 你不用出來混亂世界 就照顧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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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是跟社會脫節 我們的教育 是令到人們脫節 你看一下 香港 那個 隱蔽青年 那個 定義 基本上 他發現 他們通常 年紀 都是在 十幾歲 到二十四歲之間 即是 他不是屬於 年紀大 那一群 很多時候 他們 平均 他們都是 所謂 十 十 十二十四歲 他說 2%的人 這個十歲 到二十四歲 裡面 2%屬於 隱蔽青年 通常 用這個數字 估計 就1.8萬人 你看看日本 一百萬 那麼厲害 通常 他能夠持續 三個月 是 同工作 學校 朋友 和社區 缺乏聯繫 害怕 或者拒絕與人交談 或者接觸 這一類 這就是他現在所謂隱蔽青年 的定義 他們 最長的隱蔽 個案 裡面 在基督教服務署 裡面的調查裡面 差不多 隱蔽了十年 他們的學歷 最高當然 好像剛才阿金說的 有博士的水平 但是 整體來講 他們的學歷 都不是說真的很高 通常 是在中三 那麼上下 他這裏 就講成年人 九成是高學歷 隱蔽青年的成年人 裡面有九成 是 OK 大部份他們的主理 國外都是比較 年紀輕的 平均隱蔽的時間 大概是兩年 八成 隱蔽是男性 最長隱蔽了六年 他說 六成人的學歷 是中三或者以下 六成人 即是他那個調查裡面 六成人的學歷 是中三或者以下 大概八成的青年 是從未曾受過 技能的訓練 即是說 在找工作方面 都是有問題的 他們八成人 就喜歡玩電腦機 度日子 生活多數 日夜顛倒 晚上 家人睡覺 他就先出來吃東西 玩電腦 日間 才睡覺 通常 家長 遇到這個問題 都很感到 焦慮和無助 他們都不知道 到底自己做錯了什麼 半數的家長 就不明白 隱蔽的困難 也都不知道 去哪裏 是尋走協助的 當然 其中有個例子 是舉 一個女孩子 十五歲的嘉欣 曾經 小時候 擔任 籃球隊的隊長 兩年前 升學 中學 但學校裡面 沒有什麼籃球隊 加上 他自己的成績 慢慢的 差了 開始不喜歡上學 到中一下學期 就開始 蝕學 不敢回學 兩三個星期 足不出戶 隱蔽持續了 成半年 最後 他們社工方面 求助之下 慢慢幫他 當時嘉欣的母親 曾經以為他撞了邪 叫人家中捉鬼 做法事 當然沒有什麼幫助 因為這個關係 也關係差了 曾經大打出手 最後 都在社會 社工鼓勵之下 慢慢幫他 走出隱蔽的陰影 現在正在讀電腦和文憑 我們想了解一下 為何這個現象出現 剛才 我們George提及 通常在日本 因為日本 比較上 社會 比較富庶的社會 出現 富庶的社會 但也提出一點 就是他們所謂 人際交際的能力 是差了 當他要去 平時在家裏 可能是一個富裕的社會 可能現在的小孩子 少的 不像我們以前的 大家庭裏面 在家裏面 有很多爭執 大家要搏鬥才能夠生存 在這些小家庭的地方 小孩子很受保護 突然之間 就要他出去學校裏面 其實這班人 未曾去社會工作 在學校裏面 跟學校裏面 遇到同學的對待 大家都是小家庭出身 大家都是被人仲慣的 那很多時候 一遇到這些人質的衝擊 他就開始遇到挫折 就是抵受不了 你能看到 背後的原因 不多不少 都是我們小家庭的現象 我們照顧審問仔 那個手法 是比較上 是很保護很重他們 沒有什麼 我們叫做艱苦的生活 所以一去到現實的社會 同學同學之間 或者受到學業的挫折 他就抵受不了 你剛才說出氣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這個出氣裏面 結果這個隱蔽青年 是怎樣突圍而出 是當時遇到一個衝擊 他看到有些女生被一個人欺負 這個衝擊是令他鼓舞起來 跳出自己的弱無助 那個能力 他超越了這個 於是他就逃離了隱蔽這個問題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問題到底是怎樣發生 這個社會的背景是怎樣形成這種青年 而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是應該去怎樣做 近幾個月 很多人在外國讀完書回來 回來香港找工作 那些父母 很多時候我都遇到很多 介紹一下西侄 找工作 我說盡量 那你也讓我先見一下 大佬 那 我發覺我見十個 差不多十個 十個都是 好像被媽媽逼 那樣 想做事 日夜顛倒 打份求職信 我說我介紹不是問題 但你也做好一份 做好一份理力 準備 大佬 一call就去 沒有 全部都是這樣的 沒有 好像不死 讀什麼 出生 什麼都有 讀工商管理也有 讀化學也有 什麼都有 那些學校是好學還是壞學校 我們 我不知道 總之全部都是大學畢業 去美國 最低消費都是二百萬 即是二百萬 父母是中等 家庭 中上 應該是 花這麼多錢給子女 在那裏 不約兒童呢 他們每個都要人介紹 自己出來撈世界是不行的 我相信他們試過 但是呢 沒有人請 應該這樣說 可能他們都 我看大部份都沒有寫信 求職信都沒有準備好 何來求職呢 我只問 你給我看看 先看看 先聊聊天 我先介紹 你都要 什麼 都要看一看 不介紹 可以 對 進去 但是 連這些都還沒有準備好 現在的 根本是不想做事 不是 我說 你回來半年 這陣子怎麼過 每晚都出去 但剛才Doktor說 不好意思 Doktor說 那個數字就是 八成的 隱蔽青年多 都是男性來的 其實跟金剛才你講 你小時候 男女都是這樣 是啊 這個是 日本就是男女一樣的 那個 ratio 我發覺 有一個很大的 point 就是說 經濟太好 父母太保護 真的 養得起焉 最重要 連那個準備去留學 有時候 那些小叔伯 那些 監製人吃飯 那樣 就聊一下 我準備送兒子過去 那個姐姐去了 兒子說 為什麼我沒有份 那樣都可以 那樣都可以 又要花200個 你這麼多 200個 那樣 那樣 什麼都還沒有準備 托福士都要媽媽去準備 那些 那些 你不是看到 家境 好 那些子女 是完全 那些子女 完全是沒有 動力的 所以萬一 他真是害怕的 我看到那些樣子 不夠自信 你明不明 他出來招待世界 的話 一面對人 人際關係 可能 知道沒有人支持他 那他就 有點心 心怯 好 那我們先休息幾分鐘 再繼續 當然我們可以 有時間 就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脫了一個鞋 在那些草地 行走下 這樣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 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 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 這裡這裡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買了回去 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 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 28824848 我們今晚是討論 關於最近我們 傳媒講及的 隱蔽青年的問題 基本上 在隱蔽青年的數字 是由2005年的6000 最近升到18000 差不多升到兩倍 我們曾經都看及了 到底這個現象 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 我們討論了半個小時之後 也有一位聽眾有些留言 是嗎 有幾長的留言 我們讀一下 給大家聽聽聽聽聽 他說 在香港 還有一種 貧窮的隱蔽青年 他們不是因為性格孤僻而獨立自己 孤立自己 而是因為他們學歷低 出來工作辛苦得來 沒有錢賺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 低下工作 月入連6000元都沒有 久而久之 他們根本就不想繼續做 他們找得這麼少 倒不如領重援更好 你們說 隱蔽了十年 叫做好長嗎 他說 有個同學 由中五畢業之後 做了兩年之後 到現在都沒有工作 長達12年 他家裏都是很窮的 對他來說 有三餐飯吃 不用出去工作 不用出去工作 我兩年前做過醫院 6000元 6500元 給一半人工 給家裏之後 扣了 扣了車費 吃飯費 之後每個月剩700至500 左右 想約朋友出來吃飯 看看東西 吃東西 看一氣 都死定了 是呀 就是這樣 這個是 Fly Dragon的經歷 是的 這個問題 都不只是富裕的家庭 就是 剛才Fly Dragon的經驗 其實他的認識 是很多 比較上 貧窮一點的家庭 都有這個現象 OK 但我覺得 最後最後 你都看到一個共通點 雖然香港有些 是很低收 低收入的家庭 但始終我們都有一個 所謂的縱緩的安全網 他不是說 窮到就要睡街 沒有東西吃 其實怎樣窮都好 始終他也有一個 他不會餓的 他要窮 他要窮 陪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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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因為我們要企圖 要了解問題 怎樣解決 我們一定要了解 在什麼一個環境之下 導致這個現象 我才可以想到 我們去怎樣解決 這個方法 你可以看到 現在我們表面 可以看到 通常是一個富裕的社會 不論他收入怎樣高 怎樣低 都是背後 都是他不會餓死的 他不做事也好 他都可以躲起來 吃得到 不會餓死的 亦都可以看到 在我經驗裏面 我見到很多這一類的問題 都很多時候出現一些家庭 是破碎 和單親的家庭 我自己在診所 遇到一下 我要處理這類的問題 都有幾多家庭 都是破碎 或者是單親的 當然我覺得 我們電腦的世界 是讓我們可以逃避的 你有個地方可以走進去 電腦的世界可以多姿多彩 你不會悶的 你找到一些東西 可以消磨你的時間 我記得幾年前 我在網上 就接收到一個訊息 這個訊息 是講的Bill Gates Bill Gates 他有一次在美國 有間中學演講 他就講現時的青年 那個問題 挺好的 因為在我自己 我們那個香港近口大行動 Better Hong Kong 我都有登上去 在教育那裏 我登上去 他基本上 現在我們的教育 我們的社會 很遷就這些年輕人 他說 根本在現實的社會 就不是的 你不要想著 你畢業之後 就會買到一輛靓車 住到大屋 大部分人 就要苦幹 才做出來 他說你在做事的時候 你的老闆 就不會像學校那樣 給你很多機會 你一次失敗之後 再給你多次機會 還有他說 我們經常都說 尋走自己 很多人 在學校裏面 我們那個教育環境 就讓你去尋走自己 他說 在正式的工作環境 你老闆不會給你時間 去尋走自己 還有 我們經常都 賴媽媽 老爸老媽子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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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他都不了解到 你老爸老媽子 為了養你 是這麼辛辛苦苦變成這樣 其實他那個 教育的訊息 其實是 很值得我們借鏡的 我好同意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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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計算,你又可以拿到公屋,或者可以申請居屋 如果你責介,你就死定了,每樣都要拿到你命,又要納稅 如果你低到沒有收入,你什麼都準備好了給你 有社工和你搞定了,所以就有本錢去這樣做 George,是否有些事情分享一下 我在加拿大住了幾十年,我看報道說隱蔽青年這個現象,住西界都有 我在加拿大真的沒見過 為什麼呢? 沒見過隱蔽青年,也沒有報道 我相信比較好笑,為什麼呢? 就是西人對待這種問題的方法,跟我們不同的 好,如果有這樣,即使你初初… 我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 我正在說,例如,如果父母看到你躲在房間裡出來的時候 他不會容忍你這樣的 他一定會拔你出來 要你做這件事 就不會有你 我剛才說過 日本的阿媽祈禱 中庸那些子女的情況 在外國是很少的 他不會這樣做 他不是不做 但就不是這樣做 即是就算不出去做事 你也麻煩你打掃一下你的房間子 不是 根本趕你走 你一到18歲 你是這樣的時候 I don't want to see you 即是他責任完了 你不掌準的時候是你的事 我供書教學到18歲算了 已經完了 我不會再供養你了 你自己出去賺吃 如果你要去拿中庸就去拿 但拿中庸是沒有人的身份 你小小的地氣 你不就要做 George 容許我講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都筆下聽了十次 這番話 由我老爸老母講的 沒什麼辦法供你讀書 你自己想好它 所以容許我講 除了有一個之外 是少少隱蔽之外 十個都沒有什麼問題 反而是這樣 即是 社會是當時我們 絕對困難的 西方的心理學家 都是這樣認為的 他說 即是 你不能夠由得它的 你一定要拔它出來 將它投入社會裡面 即是要它面對 面對那些真實的情況 那會不會自殺旅遊 這個死了好過 你這樣隱蔽的時候 都是沒用的 你回到消費 即是很大的浪費 其實在八十年代 其實不是用隱蔽的 我記得當時是 應該用頹廢 頹廢 當時沒有電腦上 人人在嘔吐 其實都有 我都認識都有 當時 就被老爸老母說頹廢 頹廢那些 可能跟一班朋友 去酒吧 去喝酒 他有一個社群的生活 隱蔽的話 他跟人的接觸感染 是沒有的 你一看到是有不同的 Joy看到一件事 即是我們其實 由我們去追查到的現象 我們希望是為大家想到 那個問題的根源 即是很明顯 如果Joy的經驗 在外國是沒有 或者是很少 我亦都知道 外國人 即是 就算家裡怎樣有錢 那十元仔 都是很多時候 很小時候要出去做事 我妹妹 她有兩個女兒 在澳洲讀書 讀那些 Melbourne Girl School 即是那些貴族學校 但她發現那些同學裡面 很多家裡是很有錢的 但那十元仔 都是要出去 即是去做一些很簡單 很低下的工作 是要他們去賺錢的 即是洗一下大餅 是的 是很有趣的 在中國人的社會 就覺得很不捨得 即是十元仔做完這些 去焗餅 然後又燒傷 又落傷 覺得是他沒有需要 經濟上沒有需要 是盡量都不會叫他做的 即是我認識一下 即是我家裡見到的現象 是不行的 你這樣做 我們立即被人抓去坐牢 哈哈哈哈 其實香港我都見到外國人 即是真實的個案 即是在外國人好得時候 即是怎樣都好 你都要去問當時做也好 去買家庭也好 這個小子肯定 即是家庭 即是在香港來講 即是父母肯 可能父母不肯 父母肯 父母肯 我真的見過這個情況 即是在香港很多人要北上 那這個年輕人 即是都是我們親戚的 那些 那公司說行不行了 你這香港一定要上去北的 那怎知道 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 家庭就說 哎呀 即是阿爺那些 就覺得很不捨得 走去北上崖 不用了 你放了那份工 我買一塊樓給你 哈哈哈哈 那就買一塊樓給他 他就不去 他不去 不上 跟著就分了家產之後 他就不做事 那你可以看到 即是 中國人的 教室的方法 是肯定是和我個人不同的 那如果我們看到 這個現象 在亞洲社會多 而西方社會少 我覺得 這是一個關鍵的 文化的差異 我在香港 這是一個真實的例子 來的 我自己家裡有個親戚 那些 他自己的律師樓裡面 那他有一個律師 他女兒 他跟爸爸說 我就想去 不知 某個地方 東歐去旅遊 那他爸爸就說 可以 那你自己站在那賺錢 那結果他怎樣 他就自己燒餅 就是做那些 芝士蛋糕 那他就賣的 那當然了 他爸爸都怎樣 他會幫你手 就幫你推銷 是不是 例如那個大廈裡面 很多很多律師的朋友 那他就幫你手推銷 但你都要自己做芝士蛋糕 那我的姊女 他講這個故事 他說芝士蛋糕 是材料很貴的 利用很少的 那要賣 就不要做芝士蛋糕 做其他的利用會更多 這個我講香港 這是一個真實個案 是現在發生的 那你會看到 那一個問題 就是看外國人 就是怎樣去照顧小孩 就是怎樣去教育的個個小孩 跟中國人不同 那我亦都看到 在美國 經常都說 美國的總統 通常是那些佛仔出多些 還有每個總統 都說小時候派過報紙 有沒有看過 一看他那個自主裡面 就是除了少數 譬如金乃迪那裡 可能沒有這個需要 大部分 蘋果總裁都是 都是小時候 那時候 在那些西鎮 西村 出生多些 還有 他們個個小 都是要做艱苦的 那這個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根源在哪裡 那這個起因在哪裡 通常是一個富裕的環境 是不優 就是吃不到 住不到 這種安全的環境之下 還有一個很保護的家庭之下 還有很多時候 很可能就是很少衝突 兄弟的衝突 在一個小的家庭裏面 還有父母不和 或者單親裏面 很多時候 導致這個情況 會出現得特別多 好了 我為什麼要說出這一點呢 因為這個很重要 我們經常很強調 要解決任何問題 我們首先要了解問題的起因在哪裡 如果我們不了解問題的起因的時候 我們覺得 根本是不可能解決得到的 但你看一下 香港 香港那個社會服務處 他們那個解決提出 他建議社會怎麼做呢 他說建議社會放棄 談多讚少的文化 多欣賞青年的優點 你估計了 香港的問題 起因就是 因為我們沒有給沈文仔一個衝擊 沒有給他磨練他 但我們這些所謂社工的專家 給出我們那個建議的解決方案 就是完全都不了解那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經常說 阿仔你是行的你是厲害的 大佬 社會你的同學不是這樣看你的 是吧 很多單靜的小孩在家裡 阿嬤親誰親 一出來同學就不親你的 同學衝擊你 是吧 就是你都看到 為什麼我經常說 香港的問題 經常都被那些所謂專家搞死的 那 竟然的答案就是 根本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這樣開始 他都看不出 竟然就繼續叫我們 談多些 談少些多讚多些 他根本就是這個環境 做走這些小孩出來的 就是十元仔的性格 是要鍛鍊的 就是你當然不可以 踩到他 沒有了專員 那些不需要的 但你也是要有一個方法 是鍛鍊他那個堅強的性格 沒錯 要容許他犯 沒錯 沒錯 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我們 我經常在我們香港近好大人 經常說說說說說 我們為什麼問題 假來假去搞不到 經常繞圈子 我們根本就不用這個 我們所強調的四部曲 到底去講什麼問題 我們看到問題的現象 我要了解這個問題 背後的起因 如果你看不出的起因 看不清的起因 你做出來的解決方案 是不會解決得到的 你現在可以看到的 香港 至少在我報紙裡 看到這樣的解決方案 根本是一個絕對不會改建這個問題的 好了 還有一件事 我自己在我的工作裏面 診所裏面 其實我遇過很多 亦都處理過很多 這類的年輕人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就是我 大家 我不需要講他的名字 這是真實的個案 這個 年輕女士 大概都是 她初初來 她媽媽說她床胃不舒服 有些厭食症 有些人都瘦了 就不肯上學 基本上 可能都沒有回到成年紀 沒有回到成年紀 那怎麼算好呢 我相信她們的社工 都企圖去幫她 但始終 講來講去 都是救不到這個小朋友的 好了 你可以看到這個小朋友 她基本上 她自己寫得很詳細 她日記的方式 就告訴她 她自己的問題 很多時候 你看到外面的那些 是很相似的 她自己覺得 她自己的 自信心很低 她跟她朋友 那方面 覺得她人際關係 是不行的 她自己知道 她自己知道 她是一個很 很nice的 你跟她聊天 你知道她是一個 很溫馴 很gentle的 但她自己覺得 她是沒有話題 覺得 被人排擠 覺得很沮喪 她自己說 她自己沒有life skill 沒有social skill 沒有coping skill 她自己在她說出來 內心十分之淚 因為不知道如何 進入入手 希望尋求幫助 但那時候 她媽媽都是有心無力 不知如何處理 她於是 她食物又吃不到 當然吃不到 人會軟弱 竟然她當時 我處理她的時候 她見到一些心理醫生 那心理醫生 你怎樣訓練她呢 她說 你每餐吃幾口 你數著 我今次吃五口 下次就吃六口 這樣就是 希望她能夠吃到 結果 她來到我的診所 我了解她整個現象之後 我開始了解 她這個問題 在我們所用的同類療法裏面 有一型的人 就是很對的 結果 我就用了這個同類療法的療劑 開始給她吃 大概一個月之後 她就上學了 大概半年之後 她基本上就好了 最近她已經在報大學去讀 這個個案 大概我都由2002年到今時今日 是完全是一個正常的女孩子 最近她媽媽都沒有見過一段時間 她最近有些情緒上的問題 她媽媽很擔心 她回來見我 我發現她處理得很好 受到情緒的挫折 但結果都處理得很好 我從這裡看到 其實我們現時今時今日 見到很多現象 現在很多年輕人的問題 由西洋者的自閉症 自閉症是很明顯地增加到很多 在某個程度上 你可以說 這是一種不同程度的自閉症 不過是大小小一點 可以說是一種不同程度的自閉症 自閉症 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都有數以千計 在最近的加州 167.10元就有一個有自閉症 其實不單止是自閉症的方面 其實很多行為的問題 有自閉症的暴力的傾向 不知所從 這是在我們的經驗裡處理 我診所裡會處理很多 即是我們要幫這個 其實在某個程度上 我們可以用健康的角度去看它 在同外療法 結果我用的一種藥 叫做silica silicea 只要silica是植 植是我們動物裡面的脊椎 即是肩硬的成分 即是植這類的食物 這類的藥的人 通常是沒有腰骨的 即是很軟弱的 你可以看到 很吻合的 植的人就是 那樣的人是很改善的 那樣的人是很改善的 很改善的 但是很怕事沒有腰骨 而且植的人是很細節的 所以這個病人寫給我的報告 是全都打了 很詳細地告訴我 結果我一看到他拿到他的案子 我就知道我們有這個療劑可以幫到他 那在我個案裡面 我結果是用這個藥 是完全幫他治好 不需要入 即是沒有什麼真真正正的輔導 當然我都會用我的人心經驗來輔導一下 但最重要其實 我是當作一種醫療的健康問題 是情緒精神方面的健康問題 是拿一個同利療劑 是幫他徹底治好好的 那我過去也有些其他的 譬如有一種藥叫做calcium phosphate 那calcium phosphate的主子 是一個粉絲濁濁濁的青年 即是什麼呢 就是很悶啊 沒有人啊 做什麼都是這樣的 即是這一類的人的性格 就是cal phosphate 的性格 就是很符合我們時下很多的 即是不滿現象 怕悶 又懶 沒有什麼常進心 我叫做沒有pact 我過去也用過這隻藥 是處理過 是幫助有這一類的青年問題的 其實呢 我可以這樣說呢 我可以除了可以由一個社會現象去看這個問題 其實呢 這個也是反映一個健康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情緒上健康的問題 一個精神狀態的健康問題 也有一個身體 即是他的人很軟弱 即是他不能夠和人沒有鬥志 也沒有能力處理這個問題 即是大家很多時候 我覺得呢 在過去傳媒所報導裏面 我們覺得呢 是很可惜的 即是得出來的那個答案 那個建議的方法呢 竟然呢 即是可以說呢 是完全是跟那個問題的中心 那個解決是剛剛是相反的 其實我們其他呢 是可以用一個健康角度呢 是可以 去醫治這一類的情況 因為他 因為我們香港的主流醫療 是完全對這些是束手無策的 要是就 如果你一找社工 它是什麼行為轉介 最怕就弄了一個精神病病力給你 然後呢 四月了 這樣就慘了 慘了 即是我過去處理的問題 通常呢 如果他是吃精神科藥的 通常我的成功率就很低的 如果那個病人呢 是沒有被精神科搞過的呢 那些藥物搞過呢 我覺得我們的成功率是很高的 即是反而他顯露出來的 因為他顯露出來 而且他沒有藥的困擾 他真正的症狀 我最近有一個case 即是這個 我都很佩服這個家長 即是他兩個嬸嬸仔 跳皮 在這裡是全香港沒有家學收他的 結果要去大陸去讀 是吧 那結果呢 我都一路跟進跟進 那我最終呢 都用和療劑 是將他的症狀一直改善 即是這件事是香港很少人了解到的 其實我們在醫療裏面呢 不是說精神科藥 要處理精神問題 我有一些很安全的 處理情緒 情意結的醫療方法呢 我叫同類療法 同類療法有200年歷史的了 是全世界第三大醫療 有85個國家呢 都有同類療法的醫療 那就是 又去試過趕鬼 又宗教的儀式 多方面去處理 其實都是 都沒有什麼大的 那不是剛才那篇報道 星多日報 不是說 很多時候他當 這個不是真的鬼上身 我們醫治那些鬼上身 他真的 真的聽到事情 知道哪個地方有人跳過樓 覺得那個人是跟蹤他的 那結果用什麼呢 又跟療法去醫治他 這也是 有相當好的成功的例子 OK 好了 那Dr. 其實 剛剛 Find Jerkin 又有一個ICQ 傳過來 我讀一下給大家聽一下 他就 貧窮隱蔽青年來講 最大問題是 低學歷 找不到水 就是找不到錢 車費、電費 連連泥牌加價 但是 低下層 工人自1997年 埋出合約制以來 連連扣減工資 福利 去到今時今日 將窮人推到 縱門網 有時候 所有人家 有任何工資 只會因為犯錯而被人解僱 但是今時今日 任何人 扔下7天工資 就可以解僱人 由中級至低層 工人 安居樂業 資方不斷剝削工人 到令人恐怖的地步 才是最大的問題 我想回應 回應接近 但是最近又不是 最近很多公司請人 是很難的 其實他剛才講到一個現象 看見什麼人 他剛才講到一個現象 其實有一個很不同的地方 這個其實講到 我們香港面對的很多 所謂失業問題 貧富如恕的問題 其實我過去都有提及的 那個重心就是 我們現在的自力更新的工作 實施公司 是越來越難成立的 我們很多時候 是有很多大財團 大企業出現了 但我們過去不是的 好像你父母那一代 他是修理水喉 是 電燈 養了十多十元 亦可以訓練到 你們其中有些兄弟 又在入行做到這件事 你今時今日能夠做到 即是用三口水喉 做這些簡單的技術的工作 越來越少 沒錯 越來越少 我覺得 我們遇到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不看得出問題的根源 我們經常想不到答案是怎樣處理的 其實我真的想回應一下 Find Dragon 其實你暫在 Find Dragon 如果你是自己做老闆 你試試計算一下數 你出來做生意 做老闆 你每一個月支出需要多少 你不斷請一個工人 我答你我都未必夠膽 沒錯 因為我們很多法例的規限 某個程度上 最低工資 是一個很不致的方向 即是容許我講 我自己做生意 加拿大已經是這樣 有版本給你看 在法國做生意 我自己做生意 法國是更加的 三個partner 我們都不敢請一個固定 你計算數真的很厲害 加上租金 貶散費 真的 你的工作要很多才行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所謂議員設計很多 以為用心良苦的方法 來保護那些所謂 低下層的工人 其實到頭來他們是剛剛做了相反的事情 因為始終他們想不到 最有效的就是令到他們自己做老闆 你將這樣的法例 將所謂的trash hold 越來越高 變成他們不能夠做老闆 始終他們想不通 你代表勞工家的人 你為什麼一定要做打工仔 一定要做勞工呢 你為什麼想不想到 你為什麼可以做制度 由勞工立刻變成僱主呢 那就搞定了嘛 所以問題就在這裏 我們很多時候 當然我們都相信 他們是用心良苦 作一個善意去安排的 但往往他們不了解個問題 他根源在哪裏呢 做出個安排呢 是適得其反的 再補多一句 真正去對付那些無良剝削僱主 就是你自己去老闆佔了他的job 來做 那你解決了我的問題 好 OK 好